在北京奥运会的颁奖礼上,中国丝绸以其精湛的工艺,时尚优雅的设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。 而在明年举办的广州亚运会上,中国丝绸又将大放一彩,现在让我们先赌为快。 广州亚运会的丝绸产品十分丰富,超过两百多款,包括丝绸化、针丝织紧书籍、丝绸服装、挂饰、车体用品、鼠标垫等等。 丝绸礼品设计遵循积情盛会和谐亚洲的理念,以广州的风土人情、饮食文化、娱乐文化、历史文化为素材,选取极具代表性的元素,展现广州的风采。 杭州的设计师在设计广州亚运会丝绸产品的时候,融入了很多岭南文化的元素,就像我手中的这条丝巾,它打开来就是一幅海上丝绸之路图。 因为区别于北京奥运会一点的话,北京奥运会可能突出了比较多的民主文化,比如说清华词的颁奖礼服。 但是我们在亚运会呢,我们想体现出,除了我们要把这种时尚的概念,这种年轻人能追求时尚,并且这种热情奔放的理念融合进去。 由于北京奥运丝绸礼品的奥运元素十分丰富,致使奥运会过后人们的使用率不高,因此广州亚运丝绸特许商品不会在商品上过多体现亚运元素,也不会直接在显著位置标注亚运标志,让人们在亚运会后还会购买和使用这些丝绸商品。 广东台记者范平报道